2023年的新规啊 男女开房 我们要注意了 第一呢 即使男女双方都是自愿开房的 但是一旦涉及到了金钱色情等交易 还是统统被视为违法万纪的 要接受处罚的 第二 那巨人的妻子同居 就要受到非常严重的处罚 所以一定要注意哦 第三 如果有一些人呢 明明知道对方已经结婚了 还是要姐妹脸 与夫妻的名义同居的话 那就别怪法律 对你不客气了 以上的这三点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别不理小心了 玩火自焚 到时候长时间都会 男人该有的觉悟 男人一定要记住 好好的工作 好好的赚钱 所有喜欢你的 和想你的女人都是假的 都是会变的 唯独挣钱 才是真的 在这个世界上 靠谁 你不如靠自己啊 再好的副驾驶 都不如自己紧握的方向盘 本质上都有支持交易关系 男人一定要学会赚钱 出里面要有油 手机里面呢 要有电 包里面要有钱 这就是你的安全感 聪明的男人呢 都会去看我的视频 会增长人生的智慧 不要再去联系 那个不属于你的人 你要记住 你可以哭 你也可以闹 但是不要拿起手 去乱发消息 乱打电话 你实在控制不住了 你就大哭一场 等你熬过了这段时间 他就什么都不是了 人一旦寒冷心 再多了后悔和道歉 也挽不回了 不是不给机会 而是机会给多了 一次都没有被争取过 男人最好的状态呢 就是无论你的婚姻 信你不信 无论你枕边人忠 你不忠 身为男人 你们都要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婚姻爱情 都不是你人生的局部 咱们下半生了 拼的不是你老婆 而是你自己 拼的是一个健康的身体 一个开心的余生 我想作为一个男人 他最好的状态 其实就是 你的眼睛里写满了故事 在你的脸上呢 却不见风霜 为什么我说啊 中年人的世界 是很难再遇到合适的 我们不和别人 我们就和曾经的自己比 我们多了一些阅历 多了一些钱 也多了一些人脉 但是我总觉得 少了一些什么 少什么 少了真诚 少了冲动 少了那种 不顾一切 我们不得不承认啊 其实大部分的普通人 最后还是会嫁给爱情的 合适这个词呢 本身就是动脑子出来的 他不是动脑子出来的 是你衡量了他所有的条件之后 然后规制出来的 觉得他加入你的生活 能够让你哪儿哪儿都树心 也统称他为合适 所以呢 在你动心之前 你先动的是脑子 那爱情这事呢 肯定就是越走越远了 对吗 有了老婆 反老婆 没有老婆呢 想老婆 没有生命需求 亮老婆 有生命需求 红老婆 花了重心 娶老婆 飞黄同达 换老婆 孩子生病 厌老婆 几天不见 想老婆 生病难受了 寒老婆 衣服脏了 照老婆 肚子饿了 笑老婆 喝酒打牌 瞒着老婆 人家的老婆 那是越看越顺眼的 自己的老婆 是越看越换心 什么样的女人 是最好泡的呢 我今天呢 就偷偷的给兄弟们 直上一招 一定要记住了哈 我跟你们说啊 身边的女人呢 你放心泡 风骚的女人呢 你就大胆去泡 寂寞的女人呢 你悄悄的泡 虚伪的女人呢 那你随便泡 富婆女人呢 那得先让我们去泡 良家妇女啊 你可别乱泡哦 好 重点来了 想要女人对你动心的话 那你就给带来一点 不一样的感觉 比如说 用这个泡妞神器了 她呢 是女生特别喜欢的薄荷香味了 小巧这么一瓶呢 非常的好携带 炫的时候 你就拿出来喷一喷 就连呼吸啊 都带给淡淡的香味呢 那你要知道 女人对嘴巴香香的男人 是没有抵抗力的 而且呢 带着香味的靠近呢 更加让你们 容易产生心动的错觉 相信我 大部分的女人呢 都会忍不住的 什么样的女人 是最好泡的呢 我今天呢 就偷偷的给兄弟们 织上一招 一定要记住了哈 我跟你们说啊 身边的女人呢 你放心泡 铺骚的女人呢 你就大胆去泡 寂寞的女人呢 你悄悄的泡 虚伪的女人呢 那你随便泡 富婆女人呢 那得先让我们去泡 良家妇女啊 你可别乱泡哦 好 重点来了 想要女人对你动心的话 那你就给带来一点 不一样的感觉 比如说 用这个泡妞神器了 她呢 是女生特别喜欢的薄荷香味了 小巧这么一瓶呢 非常的好携带 需要的时候 你就拿出来喷一喷 就连呼吸啊 都带着淡淡的香味呢 那你要知道 女人对嘴巴香香的男人 是没有抵抗力的 而且呢 带着香味的靠近呢 更加让你们容易产生心动的错觉 相信我 大部分的女人呢 都会忍不住的 你女朋友绝对不会承认真相 当你发现 女朋友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聊天的时候 你问她是谁 她的回答不是同学 也不是闺蜜 而是一个认识很久的朋友 注意了 这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 这个朋友绝对是个男的 第二个 他们曾经啊 有过感情问题 你们知道女人在什么时候 是最想男人的吗 其实啊 作为一个女人来聊这个话题呢 我还真的有点不好意思 其实女人呢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是最想一个男人的 所以如果你们在晚上的时候呢 去找女人聊天 约她出来玩 那就很容易升级 你们之间的关系了 但是你千万不要一靠近 就是一股难闻的异味了 她会觉得呀 你特别的扫兴 而且呢 非常的没有情绪 那如何拥有这淡淡的提香呢 才能够让她对你朝思暮想 甚至呢 连做梦都会梦到你呢 今天呢 我就带助兄弟们一臂之力 比如说呢 用这个比香水 还要自然的目一路 她呢 是女生特别喜欢的 小众高级的全熟香 就好像是从你体内 散发出来的提香一样 能够让女人在你身上 感受到满满的安全感 不知不觉呢 就会沉迷于你这独特的魅力了 相信我 身上香香的呢 还有点魅力的男人呀 这女人真的是很难拒绝的 其实女人比男人呢 更爱养备胎 去年一项针对2832人的问卷显示 女人养鱼的比例是53.5% 而男人呢 则是52.7% 两个数据大差不差 却刷新了很多人的观念 女人居然比男人更爱养鱼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第一 需要情绪垃圾桶 女人养鱼的目的呢 多数是为了倾诉和闲聊 其实想想也是啊 女人在空虚的时候 自然而然的会希望有人陪聊 第二 需要近距离陪伴 确实有一部分女性要存在强烈的依附心态 会需要时时有人能够在身边陪伴着 但是找一个男朋友 进行一段稳定亲密的关系 需要付出的太多了 他们只是想要享受类似的亲密关系 所以呢 觉得找个备胎就好了 第三 纯粹是为了满足生命需求 这个呢 我不说 大家都是懂的 所以呢 男人注意了 别轻易成为女人的鱼塘里的鱼了 一个女人呢 只有听进去丈夫的话 这个家才会幸福 如果你不听丈夫的话 而是跟他不停的争吵 那么就是亲手毁了这个家庭 不要总是觉得挺丈夫的话呢 就是被控制了 没有面子 其实呢 恰恰相反 没有谁比你丈夫更希望你好 你觉得呢 18岁之前 男人几乎都是失控的 因为青春期嘛 他们对性是不太了解 而且呢 又年轻精力忘成 处在一个非常有冲动的年纪 那28岁以前的男人呢 处于对炽热的阶段 处于对性是一个炽热的阶段 他们开始进入了炽热的时期 他们追心的时候呢 也会把感情放在里面考虑 所以啊 在这种思想之下呢 他们追求的是有感情的 发生关系的过程 那38岁之前的男人呢 一定是迷人的 这个时候呢 男人会有成绩下来的稳重 就会被迷人气的少徒吸引 那为什么那么多的女孩子 会喜欢这种年龄期段的男性呢 因为啊 他们有着足够的个人魅力 那39岁以后呢 男人就开始啊 走向孤怒了 这个年龄段的男性呢 会变得相当的珍贵 而且呢 他们会把质量 放在首要套一方面 当男性到了58岁以后呢 就开始怀念自己 以前发生关系的过程 对他们来讲 怀念的东西呢 要远比当年真实体验 还有更加的心动 那么现在呢 你是处于每个阶段 夫妻气缩运动 到底谁更累呢 当然是男人啊 女人们你别是我偏心啊 听我仔细讲完 看看你们的男人 天天面对如何的压力 首先呢 男人需要时刻保持战斗力 他们不仅是保卫国家的铁汉 更是床上生活的霸主 而女人呢 只需要享受男人的征服 在夜晚 当女人穿心荡漾的时候 男人只能强撑着 面对深夜的需求 连续战斗时即回合 精神瞬间疲惫 所以啊 男人是这个世界上 最不容易的精彩 过夫妻生活的时候啊 男人最让女人尴尬的一件事情 作为一个男人呢 你真的有必要去了解这一点 我今天呢 就背着所有的你们啊 把这个秘密呢 偷偷的告诉你们 那么最尴尬的事情 就是当你们啊 兴致不活的时候 他一靠近你呢 就闻到你口中的异味了 即使当时的气氛再好 这女人的兴致呢 都会被你搞没了 所以呢 我建议你们 一定要随身携带这一款口腔喷雾 它呢 也叫做接吻神器 可以助你啊 一臂之力 但凡有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呢 你就提前去喷一喷 淡淡的果香味呢 清新自然 不仅能够展现出 你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还能凸显你独特高级品味 操作起来呢 很简单 小小的一只啊 携带也非常方便 不管你多大的年龄呢 都能够学会 左下角赶紧去试一试吧 咱全国夫妻啊 在床上呢 有一个统一标准 你看看我说这么美啊 男人说的最多的话就是 帮我挠挠后背啊 女人说的最多的话是 你压我头发啦 两口子盖被子 也很有学问的 这夫妻啊 合盖一床被 说明感情很珍贵 夫妻各盖各的被 不是淡了 就是巧背 老公搂着老婆睡 不是新婚就是大醉 夫妻非要分房睡 不是房大呢 那就是婚姻崩溃了 所以啊 啥是两口子啊 不是一辈子不吵架 而是吵架了呢 还能够一辈子 你说是吗 一个女人在什么时候 是最小男人的呢 今天啊 我就把女人这点小秘密 偷偷的告诉你们 第一个呢 就是别人两口子 在前面秀恩爱的时候 她就特别的羡慕 这个时候呢 她就特别想有一个男人 也在她身边了 第二个呢 就是在她经济条件不足的时候 她会更加的小男人了 第三个呢 总不用我多说了吧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你们也懂了 对吧 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 你去追她 那绝对是事半功倍了 但是有的兄弟就会问啊 我不知道怎么去追女孩子呀 今天呢 我一次性的落出家庭 悄悄的告诉大家 这个泡妞神迹啊 穿上她之后呢 女人都会想主动的靠近你 就是这款男人都在穿的 姿势内裤了 左下角改人机枪吧 50岁以上的夫妻呢 生活需要记住四个步啊 第一 我要过分着急 你要知道 心急是吃不了热豆腐的 一场愉悦的体验 需要双方适应正确的节奏 追求心理上 以及生理上的双重快乐 和风细雨 柔和缓慢 才是享受的正确方式嘛 第二 不强求 不应该对半 或者是自己有过分的强求 再尊重对方意愿 尊重自身身体素质 调整的情况下进行 忽略其中任何一点 都会对生活质量 产生影响的 第三 不故意勉强中断 在过程中呢 故意勉强中断 会导致双方不尽性 或愉快的情况发生 因此呢 男性也不应该强制 故意在中断自己 而女性作为另外一方的 也应该尽量不对 其产生影响 第四 很重要啊 这口里面很有意味啊 你试想一下 两场女子 当你们性质古薄的时候 一股异味扑鼻而来 那女人不掉头就跑啊 你觉得我对了 所以呢 我建议男士们 一定要随身携带 这一款口墙风雾了 它也叫做鲜蚊神器 可以证以逼逼之力 那就这么小小一只 非常的方便携带 最重要的是呢 它这个味道啊 是让我们女人 非常喜欢的那种 淡淡的香味 在进行交流之前 你就拿出来 拼一看 这个味道 特别上头 当你慢慢的靠近对方 它就已经闻到 你嘴巴里面那股淡淡的香味了 你说哪个女人 能够抵抗得了 这种柔情的秘纹呢 女人可以忍受 多久不找男人呢 其实作为一个女人 来聊这个话题啊 还是有点不好意思的 其实男女本来就是两个 相互需要的一个性别 那正常来说呢 一个女人 她是很难戒掉男人的 那她看起来 不需要男人呢 也是因为呢 她没有真正遇到心动的 真正值得依靠的男人 那么重点来了 想让女人对你心动呢 你就给她带来一点 不一样的感觉 比如说用这个泡妞神器了 她呢 是女生特别喜欢的 薄荷香味了 小小的一瓶呢 非常好携带 需要的时候 就拿出来噴一喷 就连呼吸啊 都带着淡淡的香味了 你要知道 女人对嘴巴香香的男人 是没有抵抗力的 而且呢 带着香味的靠近呢 也更在让她们 容易产生心动的错觉 相信我 大部分的女人呢 都会忍不住的 女人听了会流泪 男人听了受不了 我们您说 我觉得有件事情 不论是男是女 都绝对受不了 那就是听到别人 否定自己的价值 不论在社会交往中 还是在职场上 我想任谁听到这些话 都会不好受 比如说我养你这么大 还不如养头猪呢 又比如说 干不好就给我滚蛋 你干不了 多的是有人干 不知道屏幕前的 您听到这样的句话 心里是什么感受啊 反正呢 如果是我 我这心里面 一定是拔凉拔凉的 人都喜欢 自己是一个 能够创造价值的人 因为这会让人的 自信心和自尊心 得到满足 加强内心的 自我认同和归属感 一味的被别人 否定自己的价值呢 内心其实是 非常容易崩溃的 对此呢 我想说 咱们人活一世啊 健康是价值 家庭幸福是价值 能靠自己 吃饱喝足是价值 不必过于在意 外人的话 提升内在 总有一天呢 能让 看不起你的人打脸 您说对吗 女人呢 就应该主动的 配合男人 您说对吧 来看看这两位男士的说法 王先生说呢 我觉得女人 偶尔主动一下 挺好的 还能够促进 夫妻之间的和谐 虽然我现在上了年纪 但是对夫妻之间的事情 还是很热衷的 而且我和妻子的感情 一直很好 但是她一直啊 都不太主动的 后面呢 我和她沟通了之后 她渐渐的配合了我 毕竟啊 坚持老一套 真的是很没有意思 偶尔她主动一下的话 我这心情都不一样了 李先生说呢 其实我倒喜欢妻子 也能够主动一些 因为很多时候 都是我在主动 男人主动久了 也会很疲劳的 渐渐失去兴趣 我觉得每次主动的话 我都觉得 像是在强迫她一样 反正无奈的很 有时候呢 也挺影响我们夫妻感情的 我不要妻子太主动 但是能够配合我 她稍微主动一些 我就能够满足了 那屏幕线的各位男士们 你们怎么想呢 我们下期再见